OK 大家好 我是Simon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當巨威的職務 然後這條路還蠻 這條路還蠻討厭的 就是我要學會一個這個樣的技能 那我目前是在轉加太工作 我們公司是ISO17025的認證實驗室 ISO17025主要就是做測試認證的部分 主要是要去做一些硬體資訊的部分 主要是做硬體測試跟氛圍測試 還有各部分的氛體測試 那我在這間公司是在做什麼 這邊這張圖是 我進這間公司到目前為止 我整過一層 目前是把它分成六到七個階段 那我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首先我進這間公司的時候 我是在做CMI真正產品的測試 主要是做電視或者是機上盒的部分 那這邊需要的技能是 要去做 要會看電動 去做電動損息 或者是訊號兩者的工程 那右邊這個呢 在第二階段的部分呢 就是被換到另外一個部門 第一個部門主要是做相互性的測試 那在這邊 這兩個 我的第一跟二階段都是在 損運走動設置 那在這裡呢 我養成的技能是 我必須要會寫MASDALE 所謂的MASDALE就是 每一個步驟 然後他有檢查相互失神 那等一下下面會有CENTLE 那另一個部分呢 我需要去做 TEST PROPOSAL的部分 就是我們跟 我們公司主要的部分是做測試 所以我們跟客戶開完會之後呢 我們會知道客戶的需求是什麼 客戶的產品丟過來 他會有需要更新變成項目 那我們就要寫 測試計畫 然後跟客戶做 就是做討論之後 然後來聽聽測試計畫 然後做清澈 那這裡呢 我們還要去做 手順的部分 因為通常在做手動測試 我都會有非常多的測試項目 但是有一些測試項目呢 就是在沒有 做手順的情況下 他會非常非常的慢的時間 那我們就會去做一個 測試項目的 排序 然後會把 比較短的設置項目放前面 或者是手順比較方便的放在一起 那我在這邊呢 由於客戶也會提供 例如說一些測試項目的部分 給我們 那通常都會認為說 這個測試項目呢 通常是測試工具應該都要會使用 所以他們通常都只會給半成品 或者是不能動的東西 然後給我們 然後挑你的實現 那我們怎麼辦 你就需要去修改他的測試項目 那他的測試項目 通常有可能是Windows 或者是 Dnews的 Dnews底下可能就是 背群的部分 或是PCL Pouch 那Windows可能就是 翻頭跟都是盤面的背群 那為什麼要做入差呢 入差測試 在我們的測試項目裡面 其中有一個是 VTest的 VTest的就是代表說 產品送測之後 當你測完 就是工程測試 然後 做性能測試 之後 還有做一些 運氣訊號量測 如果這次做完之後呢 假設都沒有抓到Bug的話 那我們就賺不到更多錢 要賺到更多錢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做VTest VTest的代表說 你這個產品 我最難給部門任何一個同事 然後他去隨便玩 玩到Bug就是有分量 因為 當你抓到Bug的時候 客戶就必須到你公司的 設施環境來做你Bug 那第三階段是 我去 我到了第三個部門 第三個部門主要就是做 有線跟無線網路的設計 還有自動化流程的開發 這邊是被 我們搖碗倒去的 那我在這邊 我必須要去學習的東西 是 例如說 有線無線網路 這次我要去做 空包分析 然後去跑速度 去跑那個性能的部分 那用那個工具 可能是 大家很熟悉的 例如說 Wideshot iPhone 網路機 類的東西 那這邊 這邊我們 剛初是去 Intel 當初有買一個 開機專案 是 C-Shark的寫的 那它裡面是用 C-Shark 去做控制 主要的部分就是 因為一般的AP 你有兩種聯網 進去的方式 一個是使用 Telnet 一個是使用 Web接電的方式 那要做自動化的情況下 呢 就是他們是使用 C-Shark 然後去排的EI 出來 那我們就只要使用 C-Shark 這類的方式 再加上 譬如說 早期是叫Ghost 或者是環圓的氣喉 做OS環圓之後 做 做主拍定義碗之後 控制了一個優點 去做 相關的連線測試 那這邊做完之後 後面呢 我就去做了 我就會跟 WAMOS相關的產品測試 這邊主要是 比較是 電軟體的測試部分 那裡面也有手動測試 我們 我們公司之前跟 搜尼 有簽合約 然後去測他們的 VTO Online 跟Nuke Nuke的測試 它是 轉為Filelet 那通常 一般的 就是在端子測試 裡面可能會是 需要使用 黑槍白槍 或者是使用 一些比較方便 多的測試 可是呢 我們在做 例如說 在做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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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屬於 大型的電子白板 它並沒有辦法使用 省內機能 或是機能做測試 因為裡面的東西 我們抓不到 最後呢 我們的老闆就告訴我說 那就是使用 軟體 大概是在 2011年 左右的時候 有人看到 Google 它是使用 Google 的方式做測試 可是 Google 有一個缺點 是 它在 它在零零指下 有些無性問題 然後用Nuke 起來不要麻煩 另外一個 我們就是使用 MacOS 在MacOS裡面更慘 因為它是透過 Gio 跟 Ethernet的方式 跟電視做引擎 然後做連結之後呢 它的 反應時間 所以那個行程 非常非常的長 那 後來 我們就由最主管說 我們就不要做 自動化測試 就把 這個槍目 重複用的 手工的方式 做掉 那 另外 我們有做 大量的 出貨 空庫和長庫 在空庫的裡面 我們主要是做 例如說 製作 我們 我這邊一份配套 製作電源相關的測試 除了是 硬體兩者之外 另外一個 在軟體的部分 製作 我必須要去控制 智慧插座 或者是智慧排插 然後 例如說 假設 工作在 滿電的情況下 就把 排插斷掉 然後去執行一些程式 然後讓它去做方便的行為 然後大概是在地域5%的情況下 我們再去做 打開電影這個動作 但是 其實 在做這類產品的時候 我有遇到一些問題 我遇到的問題是 我的老闆可能 不是 可能不是內行人 他不知道說 在做 他不知道 怎樣才能幫助工程師 能夠更速度的做完 所以 前提位的部分 我的老闆當初跟我說 封部可可 這個測試 不可以用開程型 那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是Google很多 產品內部 它都是使用 開程或Google 多開發 那 公佈Google 是Android裡面 它裡面有 全身的 Ototax 就是 這個東西 它主要就是用 排程型的 那最後怎麼辦呢 我就只好 全部改成 使用背景的方式去寫 那這邊就浪費了我 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那 也具有相關的東西 我還做過 亞馬遜的提提 我們要去做 流程自動化 跟做 攀加測試的部分 做這些流程測試 是還蠻容易 就只要把一些 手動的行為 或者是 賺錢 甚至自動化測試 然後再加上一些 分析的邏輯 就可以 但是我們 在這裡的時候 有遇到一些 比較 出隊員的體驗 它給的 產品數量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 完成這個項目 最後呢 不得已的情況下 就只好選用 Google Bezo手機做測試 那 使用Bezo的時候 我發現 Bezo的 藍牙連接非常多了 不知道我是 我原本的運氣 是要測 藍牙遙控器 可是不小心測到 Bezo的法力 好 那到下一個階段呢 我是到 做 Extension的部分 就是去做 SSD相關 SSD 控制 所以這邊呢 我們做的 必須需要做的東西 都非常的多 因為要去做 機器控制的部分 比如說 另外一個SSD 我們需要去做 市場分析報告 就是幫客戶做 各會要求 我們去做市場分析調查的部分 然後 還有 方案做市場行銷 那我們就需要知道 不同產品的 性能分析到底是什麼 還有一個是要使用 各式各樣的測試手法 各式各部這一塊 SSD的性能 那 控制儀器的部分 我們會需要使用 實驗室的 視波器 或者是電影工具器 或者是 烤箱 以及所謂的選項 然後 它可以在 不同的環境 溫度 實驗的情況下 得到 數據上的好管 因為一般的SSD 只要在 過熱的情況下 它的溫度 會直接降降 不管你 你先是用什麼產業 使用Name 或是使用物流式機器 或是使用外接鋪 或是使用外接鋪 那在這邊 我們還 必須要去 就是要去脫貼 測試工具 然後給工廠的品質使用 那這裡呢 總共要匯得進去 就是你需要匯 要匯一點點 輕量的 進入一些式的東西 要去做 有整段階 還有整個位置 怎麼做 那 最后面的階段 月溫器的部分 是我現在在做的 我 我現在的 服管 是不是都 對於客室 還有進入 完全外行的人 那 它要求我去做一些 可以被賣出去 產品的EOC 然後在一段時間 之內 過出來 那 那 那在這邊 我就只好去參考 例如說 市面上 有很多現成的產品 然後拉回來 之後 我說什麼呢 做印象 因為有很多人 在做產品的時候 有可能很偷懶 它的 Source Code裡面 可能是買了很多的 在確實出來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發現 做畫面 在 Spec上面 就是規格書上面寫的 跟電力士卡 事實上是 完全一樣 你可以使用 你可以看的方式把它連起來 然後最後 也可以把 它 產品裡面的東西 直接 算可通吧 或者是 抓你部分的功能 到你自己的產品上面 然後 最後一個 一個是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老闆是外行的 所以 例如說 我今天我要做一個 理論的實驗 好的 通常 如果是功課的人 功課的朋友 會知道說 在工程裡面 通常做理論模擬 可能都是 使用面類的 或是 行為面類的 之類的 一個工具 但是 這個工具 就是在做 動畫中環節 可能是用 一個棒子 或兩個棒子 然後去一種 去做呈現 那 後來我老闆 都要求說 必須要做遊戲動畫 那 做遊戲動畫 我不是這一個的 那 後面就是去找 往日上的 教學 或者是說 有一些 有一些 社群的部分 有一些朋友 他可以教你做 要算比較準的 去做 然後 下面就是 分享一些 一些 比較有動的觀念 或者是 你在學習的過程中 或者是 你在工作 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再怎麼犯人做它 我現在要介紹的是 BESA BESA 其實就是 把 BCA C-Charm 改正 是網路上 為 有一個能力 出來的構想 那 BESA 就是在做 一定情報的部分 那做的部分呢 就是 就是去做 明明定好的情報 然後去執行 相關的內容 那 Study的部分 或者是 所謂檢查的部分 就是說 當你在做完內容的時候 你需要去做檢查 或者是 檢查 你做的部分 是不是 對的 然後 或者是說 第二塊的部分 是 在這樣的 或是 在 上面一部分 可以很清楚的 有看到說 左邊的部分 就是 測試項目的部分 要怎麼做 那 右邊的部分 就是它的查核點到底是什麼 可是呢 在前面的部分 可以看到說 就是 它並沒有過途 那可能 工程師 或者是測試人員 在做的時候 可能會 就是 產生Compute 我們之前有 有一個紀錄就是 100的加速測 然後總共產生 100分解骨 因為100分過程 有什麼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 給人看一樣的 理智會得到 不一樣的 然後在裡面 想的東西是不一樣 所以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那 後面我們為了想到 讓 這些 鐵果式跟 聚合的情況下 我們就 除了在 設定測試項目 全國之外 我們會增加 裡面的部分 我們就是直接 告訴測試員說 你就去到這個地方 去做什麼樣的行為 然後做什麼樣的 動作跟測試 那 這是前面 看到後面的部分 我們事實上還有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發現使用 圖文的方式 真的還有人會看過 不管你是使用中文 或中文都可以 所以這 還滿面的商量 OK 但是這個部分 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 當你拋出一個想法的時候 每個人早在想的東西 都是不一樣的 那就必須要找到一個 是大家共通的語言 通常共通的語言可能 就是用Rosha 舉一個例子 之前在醫院 之前幫醫院的朋友 然後去做 整整播號系統的 層次修改 或是Rosha修改的時候 當初他們就跟我說 顧一顧的朋友 跟ID人員 他們一直都在吵架 就是花了三到四年的時間 永遠沒有辦法解決 整整播號系統的事情 那我就只有詢問他說 你們怎麼共通的 因為通常是 工程師的想法 跟實際實行單位的想法 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 另一個就是 俱進你的影響 另外一個就是 我需要實際內的東西 最後我的做法就是 我請我的朋友 就是畫流程度 然後呢 把流程度 給他們的 ID單位的人員 然後最後面 以流程度的方式做驗收 如果ID那邊的人員 是照流程度的方式去做 那驗收就是不過 那 使用這個方案之後呢 這個game就解掉了 那上面的問題都沒有 那通常這些 這些事情都是很巧思 那這邊 接下來是 我會建議大家 要去參加一些 社交活動 為什麼要這樣做社交活動呢 那社交活動的好處 是第一個 它可以去加速你的學習曲線 通常例如說 我今天可能 我要學一個新的東西 可是通常學習的方式 有很多 第一個是自己多說 第二個是Google 就是Google設施 都很多的碎片 然後 第三種就是去參加 一些semini 或sport 那你去參加semini 或sport 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這個講的講得很爛之類 但是呢 並不代表說 它的頭影片不能弄 分子 它的頭影片是可以弄的 可是 它的恐怖能力是不好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去參加 線上或是線下的社團 線上的社團呢 例如說 剛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通常你的習慣就是 我會直接把問題整理好 透過一些敏感的資訊之外 就把這些問題直接放在 比如說演出的社團上面 就會有很多很熱情的網友 直接把你把答案整理好 那你就只要做套客 就是做套用就可以了 然後第三塊就是 我會建議去認識 譬如說 我需要使用的一些 測試領域的工具 或者是測試領域的 不一樣的資訊的情況下 那你最好就是要去認識你更多朋友 通常是那些朋友 就會幫你做一些事情 就是當你的問題 就大家就會直接給你一個行會 然後下面的部分 就是一些收集的部分 那我會建議就是 這是我的資料庫 但是每個人也可以去做 你的收集的資料庫 那這裡呢 要去做社交工程 那這個通常是在資安平均使用的 為什麼要在這裡使用的呢 通常就是你在做開發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的 Base Story 它是不是不完整了 因為你必須要知道 有完整的目的之後 你才有辦法去做開發 那在不完整目的的情況下 你就只要使用社交工程的方式 然後去使用一些手段 然後或者是一些方式 混得到真實的資訊 或者是真實的目的 那你就可以去做開發 那這裡 就是丟下去 例如做去做執行 最後面的那個 之後那個部分 你可以去設計切問卷 然後讓測試人員 他去做點卷 那我建議是使用命名 問卷的方式 那可以讓 就是回收的資料的正確性 會比較多 但是 裡面事實上可以做 就是 可以使用力的時候 才會碰到的方式 他可以去記錄案件 或者是記錄使用的 device app 那你就會知道 這東西到底是哪裡 像我的課程 就是我記錄 你知道說 這是工廠發出來的ID 他可能是工廠的人民發的 那 如果你是一個初學者的話 剛開始就是可能要 就是要去轉過你 走的話 就是你要去 找一個老師好好學習 或者是找一個老師 好好學習 那做的部分 就是要打過 物理的觀念 然後去看看 別人是不是有 任何學習這種基礎的觀念 第三個是 你的部分 就是去想一些 別意中好的部分 然後剛剛那個 比較走過你的部分 然後你在做 做執行裡面的部分 我會建議要做完整的紀錄 完整的紀錄 主要用力是第一個 躺在不同套 然後 另外一個是 在你紀錄深度 廣度 或者是不同型態的情況下 你在下一個不同的時間點 你就會 發現說 欸我會講 做過這個東西 我就只要用搜尋的方式 然後我就不需要再做二次 然後這個是我的紀錄 我面的部分是 求ASMA 然後去做 PM相關的 就是去做發覺相關的規劃 那這條路呢 他在我 他在裡面 就是在資料量 累積很多的情況下 他可以 就是 券成一個ETM檔 那右邊是 我目前的形式 我就 step by step的方式 然後去做 我現在在做事情的規劃 那做這些紀錄呢 實際上都是 你為了自己 或是所有人 然後這邊就公商 讀一下 就把IT Home的點在開始 有功能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 那這邊的部分 那這裡的部分呢 就是 當你 你有很多創意的部分怎麼辦 有這邊 介紹的工具 是你可以使用 可以賣 或者是使用投稿的方式去做 那就會把你很多的創意 在這種時間點去做 然後呢 最後就是要去做一些畫面 的學習 什麼意思呢 如果 你只會當下這個 這種 這類的測試內容的話 我的學習呢 就是 不完整的 那 例如說 我本身會去 我本身有學新聞寫作 或者是 人物採訪 專體採訪的部分 那在 在這部分 或者是 目前 在科技列備 英文在 是入查的領域上面 在mocom裡面 就有講者分享說 要使用新聞界的手法 然後去做 入查的領域 或者是 會更貼近 什麼的其他的部分 好 那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那接下來 請另外一位補班 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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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在場沒有 還有C賺的不厲害的賺錢嗎 我的內康內記到還沒 主持人们就不会知道这个人口是谁的 大家好,我是Alan 那今天是我第一次在这种开展场的做演讲 所以稍微小紧张,那基本上不太影响了 那稍微先介绍一下我是谁 那我是来自全美国的Alan 那其实我自己是一个新年人的QA 但我其实也是身为一个developer 那为什么会是一个developer,等下后面会有机会 那简单讲一下我的一些history 其实我不知道这边大家有没有曾经用过这个东西 网页建置百包箱 这是非常有以前的一个JavaScript的一个资料铺 那这东西就是开始了我从开始做开发的一个过程 那因为以前在Alan早远的时代吧 大概2000年左右的那个时候 其实很多东西其实都还没有真正的O跟Zones 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找到这些资源 所以那时候看到有一个这个东西 其实还蛮惊讶的 然后这个上面学习了还蛮多的东西 那接下来其实慢慢的到大学了以后呢 然后就开始学习了程式语言 正观的去学习一些东西 其实就慢慢的发现说 Google上面有很多的资源 所以我们就开始转向了Google上面去做一些学习 但是真正的开始 你要到公司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就会学到一套SOP 那SOP就是State Overflow Process 所以就渐渐的去来 State Overflow上面去找了一些东西来学习 那越来越多的人有收集到这些东西了以后呢 其实我们突然就发现到 这些资源都慢慢的被收整到BeatHub上面去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BeatHub上面 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共享使用 渐渐的呢 我也开始在Unit上面做了很多的东西 那在学校因为也有很多的机会 然后那时候就当了网管 然后也有当了SA 所以藉此也学习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知识 接着其实到公司了以后 其实完全又是进展不同的事情 那时候就开始学习了Python 那为什么会学习Python 主要是因为在Portesting的使用途 接着又学了Rode.js Rode.js就是这个 是比较好开发的用途使用 但其实在测试方面 其实也会需要使用到这个东西 好 那其实到比较后期的时候 其实最近我都比较常在用途 也会帮忙做一些开发的部分 那最后我就再学习到Duck的話 的一些继续 好 那回过头来 为什么会开始做Testing 其实PradaTesting 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意外的一个过程 其实当初我也是学习一个 还蛮正规的就是 一个developer的过程 那可是当初是因为我从 进公司的时候 其实是研发地带役的角色 那研发地带役的角色 那研发地带役有时候 其实因为公司的规模比较大 所以当时进去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办法去选择 你要分发到什么部门去 所以当时就还蛮意外的 就自己去分发到的一个 需要做Testing的部门这样子 那Testing的部分 其实是你需要 比較思考的东西 其实还蛮多的 像其实最基本的话 大家就会想到 需要做Majure Testing的部分 那可是除了Majure Testing的部分 其实Majure Testing 会有很多重复性的动力做 那你只不去减缓 减少这些重复性的动作 就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就会需要做Majure 这种自动化测试的一种过程 那除了自动化测试的过程 其实还会有一些 比如说Stress Testing 或者是Compagivity Testing 这些需要去思考的东西 但今天我会比较Hocus 在Automation Testing的部分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Automation其实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思考 你用的东西的Stability 那Stability的意思 就是说 你一旦写了这东西以后 它的出错率高不高 那你其实就要很明确去想 你用到的所有Component 它的Dependency 比如说你需要用到的一个资源 其实它是来自于网路上的 那你网路上的这个资源 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网路的关系而不明 那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你其实必须要去把这些 有容易发生问题的部分 去做Moke的动作 也就是说我去Fake 如果是从网路上来的资源 我们应该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假的资料 那用这假的资料 让它去预计说 某些东西我就是认定它 一定可以拿得到 以避免说 你这些Stability的问题 那还有你的Support Rate 那Support Rate的话 就包含说 你用的Framework 它可以assess到的范围等等 这类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 以及Cost Time Cost Time也是一个 老闆你最常去思考的问题 老闆常觉得问题 如果要这个自动化设施 你应该要多久 然后你如果没有办法 你如果跟他讲了一个月 两个月 然后他就跟你讲说 那我还不如手中测试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还是蛮常会 被老闆拿来做思考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准备简化 这一件 这个Flow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还有 当你写完这些东西以后 其实会有所谓的Mate and A 因为你的软体一直在改 那改的过程中 其实你就 你这些要很没许多 也需要更多改 所以你如何把你的东西 做最密码的改动 就可以跟上你的产品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 那简单先讲一下 我们听 其实目前做的产品 其实有跨四个追购 在Windows、Mac、Android跟IOS 其实都一 所以其实 它用到的Confirm 有一些是Nakey 有一些是Way的效果 那以目前而言 我们其实已经涵盖了 60%的Maker的Function 所以我们其实 减少了蛮多的Effert 在 基本上以前的话 其实常常要花 两个人的人力 然后整整一周的时间 才能测完这场 那我们现在其实 只要花一个小时 就可以把Windows测了 那接下来就是简单跟大家 多数一下 我们目前用的一些 Testing的东西 这是我目前的 Desktop 就是在Windows跟Mac上 的一个架构 其实我们就是一样 就是现在已经串的 蛮完整的 就是使用Genius 的部分去 一开始 会先trigger 那之后 它就会后续去 trigger到我们的 View Process 那这View Process 它会去一个 Testing的Node 那这Node 就会去call我们的 VMware的host 起来 那它会把我们的 Client 就是去launch 起来 并且把它reset到 一个最干净的状态 那用这种方式 去确保说 我的环境是最干净的状态 那 再透过一些 我写的一些 Pi-Tool 那我可以去 用SS到 我的Windows 或Mac上面 那 那 从 Mobile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用很常见的 这样 APM的那种 做法 那其实它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上台 会有一个framework 可以去架构说 它要assess到的code 然后 然后 因为你写的code 可以去 通过APM 转移成不同的 开放使用的语言 所以 它就没关系 去controll 跟iOS 那 我们实际使用的framework 是robot framework 那 这个东西的好处呢 就在于说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human readable的架构 所以 你写的文字 基本上 你在写text-text 的时候 几乎就很同于你在写 你的text-code 那 这东西 非常方便的原因是 因为 你其实写那些东西 就是基本的 你只需要 以你的理解的东西 先去把文字寫好 那你之后 再去个别定义 每一个文字要描述的内容 你知道做什么事情 然后这样子 逐步逐步的con통的话 把东西串接下来以后 那它就会是一个testing 那 更好的 是因为它其实本身 就有整好了 一些 report的机制 包含 任何出错的时候 它其实都会自动结束给你 所以你就可以 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快速的呈现 你的testing的状况 讓我給你的老闆們看 那再來就是開始個別講一下一些 常見到常見的一些附裸 首先是APIEN APIEN的話它其實現在非常的強大 APIEN的話它現在擁有 最常見就是我們在MOMO上面的ASURS 包含像是Android跟iOS 它會幫你轉移成不同相對應的語言 然後去讓你給予方面的ASURS 但現在的話它其實在慢慢的往 Desktop上面也有Native control的一些表現 其實在Windows上面現在 Microsoft其實現在也越來越沒有那麼封閉 所以它其實有提供像是一個叫 WinApp Driver的東西 那這東西就可以讓你去 透過APIEN去ASURS這樣子的 Windows的軟件 那它可以幫你把東西 PASSING出類似XIML的FORMAP 然後你可以去找到你要的ELEM 並且去做ASURS 那目前在MAP上面 其實它也有在做這方面的嘗試 只是目前我有嘗試使用過 但還不是很STABLE 有時候會直接出現白典的 那它的一個過程 就是在講到Windows就是像這樣 它是通過InApp Driver 你只要寫好你的Script 然後去通過你的APIEN去做ASURS 然後它就會去你的APIEN 去做操作 不過這邊要特別提到一點 就是說其實 你們會比較需要就是 對你的產品本身有一定的knowledge 那最好的情況就是 你可以跟你的RD有一些口握的部分 也就是說你想要做測試的部分 你可以跟他講說 你可以幫我把某些五件加上特定的名稱 這樣你會在取用ELEM的時候 會速度快快很多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東西在A點 在轉移出來的時候 它的那個名稱是非常的複雜 或者是有一些不確定無數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 最好的情況就是 你要請你的APIEN幫忙 或者是你有能力去幫忙 看到那塊點 然後去改進去 MOMO的部分 就是在整個這樣 那其實這邊有看到另外一個點 就是它其實有可以 HUMERITY去做Ctrl的部分 那這個HUMERITY Ctrl的部分 就是有一個 我叫做APIEN Desktop APIEN Desktop就是一個 幫忙把你的整體 整體的APIEN用到的一些工具 幫你做回整起來的一個工具 那它開起來以後呢 你可以很方便的 連接到你的APP裡面 那連接到APP以後 你就會看到它可以像這樣的一個 類似XL的方式 就是幫你把東西全部Render出來 那你可以去對應到 你每一個對應到的元件 所以當你今天 有跟你的RD做TOKEN說 我需要哪些元件的名稱 有特定的名稱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看到說 它可以找到 有這個 不同的名稱出來 然後就可以更方便去做ASSESS 那PORMITIVE的部分 其實這是主要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比較PORM的部分 其實也是有通過 那個SECULI 這種Ui Automation的方式 但是Ui Automation其實 常常會有一些不確定的素在 所以我們其實相對的 比較少在使用 大概佔比大概只有20%左右 不確定 在於整個 那WiFi Automation的話 其實就很常見的Selenium Selenium的話 其實現在也是 也是都還蠻滿方便的一個工具 那它其實就是透過不同的 裝置上面的Driver 讓你可以去讓它做 軸納的部分 人員 Chapter 那這邊順便推薦一下 這邊有一個 還蠻方便的一個工具 ological CDEX 它雖然目前還不是 CDEX 目前 3.0 雖然並不是開運的 但是它其實是在開發過程中 一個非常方便的工具 因為它現在非常方便的點是因為 它可以直接讓你在網頁上 看到你的網頁的時候 直接你按 Recall 這個動作開始 Recall 以後 你就可以直接對你的網頁開 做 Manual Testing 那 Manual Testing 完以後 你按 Stop 它已經把你產生出 你所有操作的過程 那你後面要做測試的時候 你直接按 Recall 其他人會幫你這樣做重複的測試 那它現在 3.0 以後更方便的是 因為它可以幫你更快速的 跟其他的 Framework 做整合 你可以直接凹附成不同的 方便的測試的控 那再來的話 就在講有一個 我自己還蠻常在使用的一個 Tool 那其實就是 NWJS NWJS 它其實是一個 還蠻完整的一個 跨平台的 Solution 就是 Node.js 的一個 Solution 然後是 Node Web Key JS 這樣子 那它其實可以讓你做到說 你可以自己 刻一個簡單的 UI 然後並且你後面要跟一些 發寫實去做多通的時候 你全部都可以自己行做 所以我就寫了一個 這樣簡單的 Tool 就是說我可以 透過這個 Tool 直接去 Assess 比如說 Windows 上面的 Registry 或者是 你可以直接請它去 上傳或者下載檔案 一個這樣的一個 Total Solution 讓我在做 在做這樣整個 完整的測試過程中 我這邊 這一塊 一整塊需要的東西 其實都有 一個 我去打包起來 那包含了 Lobotesting 需要的那些資源 其實都可以這樣做到 所以我其實是 透過 NWJS 去把這些東西 全部串接起來 那 我們未來的話 目前我們是正在把 我們的 前面的那些 Test的Resource 全部都慢慢的 Docker來實話 因為其實 大家看到的那些 裡面的東西 其實還有些部分 在Run的時候 是使用外部的 支援 所以我現在 我們現在這邊 是比較期望說 就是可以把所有東西 都包到Docker裡面 讓所有的 使用的Library 或者是 任何的Resource 以最stable的 情號下去Run 然後減少 任何的 輸出的機會 這樣子 那這邊 好 那這邊的話 大概就是 我們簡單的 對於我們 整個開發過程的 一個介紹 這樣子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 對於我們兩個 Session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想要 提問 兩位講這個 或者是說 對什麼東西 有興趣 你可以在選擇 Tag 我 想要問一下 就是 關於測試 覺得關於測試 對 核心的 技能 可能 你覺得 你覺得 對於 對於我而言 最重要的是 OpenMine 就是說 你不要去 設限到說 我今天看到這件事情 在對於 已經是這個樣子 而是你要去 因為其實在對於 測試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個狀況 是我沒有辦法 順順利利的 比如說 RD跟你講說 我今天就是A到B 但是你A到B 就是測 但你沒有辦法去 RD又一直跟你講 你沒有辦法 如何定時情況下 其實就要去 更OpenMine的想說 那我要怎麼樣 把這件事情 更清楚的 調述出來 讓RD知道A到B 是多 所以你必須要 有更多的 基本數據 知道說 A到B過程中 他還有經歷過 哪些CDE 我問現在Sidetrack 有什麼看法 你猜 Sidetrack Sidetrack 是Nigella 是一個 的 這一塊 我就沒有 不好意思 不知道 不知道 強者的那個 簡報 也能夠分享給大家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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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麻煩你接到 我們這個 我是好的 方法選組長大臣 好 感謝 好 那我們再一趟 到這邊 那如果我們身體 還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請 來請問兩者 好 謝謝大家 謝謝